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欢迎大家出席 由香港大学学生发展及资源中心 通识教育部主办的 《过时过节影后谈》 我是今天的主持Jacky 医学院二年级新 其实我们在两个星期前 已经举行了一场 港大优先放映会 相信部分在座的同学都应该有参加 我们也很期待 今天的座谈会可以给大家 对《过时过节》这部电影有更深入的了解 今天除了我之外 我们还邀请到文化评论人 评论人 亦是香港大学的校友 阿果、Kenny 为大家一起做今天的主持 我们给点掌声阿果 在座谈会开始之前 也提醒大家 把手提电话教至静音模式 或活动期间 请勿录音或录影 我们今天也很荣幸邀请到 导演曾庆云先生 和主演无信君 莫姐为我们做嘉宾 我们今天先介绍一下导演 曾庆云先生 除了是电影导演和作家之外 他在2012年 在香港中文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 之后做过香港大学的客席讲师 之后也写了书籍 《蜜糖不坏》 《华语80后导演访谈》 也创造了不少的剧情短片 电视纪录片等 在国家地理雜誌频道 香港电台和ViuTV也有播出 而首部剧情长片 《过时过节》 就是第五届 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的得掌项目 而无信君莫姐 相信大家都很认识她 她出道的时候 曾经是麗的电视堂 香港无线电视的艺园 她转战影坛之后 拍摄了不少喜剧电影 亦都做过电视节目 和电台主持 2006年 她凭着《早熟》这部电影 奪得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奖 而2018年 亦都藉由 港术自闭症患者 家庭的困境 主题的电影 《黄金花》 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奖 事不宜迟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两位嘉宾 曾导演和莫姐 欢迎莫姐 欢迎莫姐 请坐 欢迎莫姐 今晚的座坛会 其实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我们会和两位嘉宾聊天 之后就会有台下发文的環节 其实看过这个电影 我看到自己家里的影子 我媽媽也是那些會很緊張的人 然後我爸爸也是那些不太出聲的人 我就會比較像 可能是姐姐和弟弟中間 又不是特別會牽涉 但是到時非必要要出聲的時候 都會出聲 我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也有反思過 會不會其實我有時候 這樣塞著耳朵會不會是 其實加劇了整件事情的發生 會不會有 或者我出聲會不會令整件事情差了 也會有 你會有一個角度給我去反思一下 其實爸爸媽媽各自都有自己的苦衷 不應該一味追著他們 阿果你覺得你看完有什麼感受? 我一方面 也有跟Jacky一樣 我想回自己的家庭 我剛才跟Jacky聊的時候 都會覺得好像某些角色 好像大家都有 可能大家都有個舅父 可能是突然會回家 然後跟家庭會有些衝突等等 這是一個角度 我會想回自己的家庭 另一個角度我都會想一下 其實香港 我不知道大家 今年可能都看了不少的香港電影 很特別的 我覺得今年很多電影都以家庭為題 就是摩托也有不少一套 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在一個這樣的時候 然後 會有一些電影 無論是喜劇 或者這個可能沒有那麼喜劇 正劇一些 都是用家庭為題 我就會想很多這些東西 所以我一開始也想問一下 Eric導演 為什麼會選擇用家庭這個題材去拍這個電影 以及跟你自己的故事 本身的經歷有什麼關係? 其實一開始就是我自己的成長 就是我小時候 我很怕衝突 就是吵架 大家不和 我會覺得 除了是不好受之外 我都會想一下 為什麼要搞成這樣 我經常就很想 好像 大家可能還沒看電影 可能兒子小時候 就會經常很想做一些調停 和協調的角色 但是我慢慢就 作為一個兒子 就覺得 沒有效 為什麼人好像會 不改變自己 去跟別人溝通 為什麼 譬如我爸爸 為什麼他不可以多說一些東西 是不是 這些東西 作為兒子的角度 就會有很多觀測 很多感受 所以 最後我就離開了家 然後去到後來 隔了一段時間 我就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看到別人的重要性 而且不是只看到一個人 而是成家人 就是 很多時候 其實那個家裡搞成這樣 不是任何一個人的責任 當然 其實每個人都有他的 他的能力不夠的地方 或者是 就算你多厲害也好 總是會 對方未必是接受到的 那麼 我就開始明白到 其實那個所謂 我小時候不喜歡那些 不和 爭吵 那些現象 其實我沒有去怪任何人 也沒有怪我自己 那 所以再隔了一段時間 覺得 不如我回去再試一下 真的修補關係 那 真的回去 然後 好像帶著這個新的想法 好像真的有些轉變 是做得出來 那我就覺得 第一個戲 我想說這件事 想說這一家人 那 所以 最後就是 不只是說我自己的故事 我是希望 其實真的在香港很多 家庭 大大小小 可能都會有這些 這個頭寫在那裡 就是 不同類型的溝通上的問題 我覺得 可能拿到出來 讓大家 會不會有一個討論的機會 多些人去關注 家庭溝通的一個關係 這個題目 所以就做了這個戲 其實 都有一個問題 是 導演自己本身都是因為 因為冬至凡 所以要回家 突然之間想有一個契機 想回家 還是 選擇冬至凡 可能有一個特別的原因 因為可能中國人 中秋也會吃飯 團練也會吃飯 為何特別是冬至飯最重要呢 除了我自己的冬至感受 還有 其實戲劇上 都覺得選擇冬至是好的 因為 很多節日 其實都會有 祝福的地方 中秋其實是月圓 然後 段五節有其他 其實很多節日 大家特別是華人文化 都會聚在一起 但是冬至有些不同 冬至是 純粹是為了聚在一起 因為那是全年最冷的一天 其實傳統的人 就是那天大家要圍勞 那天要取暖 那天是要取暖的 那是真的很為了 一起而去一起的一個節日 我就覺得 這個和我這個作品的 想探討的題目很適合 就是大家最需要團聚的一天 究竟大家會不會在一起呢 所以就選擇冬至 我也看到這部電影 其實都是因為要齊人 一起吃冬至飯 所以衍生了很多不同的矛盾 那莫謝和導演 會否覺得 你們怎樣看要齊人 才吃飯這個觀點呢 我家裡 即是我成長的家裡 都沒有做冬 沒有這個習慣 但是團連飯 即過年三十晚的團連飯 就很重要的 因為沒有這個冬至飯這個習慣 所以我自己家裡 即我現在和家裡 都沒有做冬這件事 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已經過去了 但是 如果說一家人為賣吃飯 那個重要性 譬如每一頓飯 晚上每一頓飯 大家一起吃 對我來說 是每一天都重要的 所以 有些人不太相信 但其實我結婚了二十幾年 每一晚 只要我不是工作 那一頓飯 都是一定我自己煮的 我覺得那頓飯 很重要 大家可以 不單單為了一起吃 這麼簡單 如果你煮得更好吃 那個關係也會更好 因為你又煮得更好吃 你又想他讚你 他們都很慘 所以我因為是這樣 我特意去讀藍帶 所以我很緊張 他們的夥食 就是因為我很想用這個 其中一個 我表達我 關心他們 愛他們 的一個方式 導演 覺得齊人吃飯 這個想法 對於你來說 是一個怎樣的想法 坦白說 我小時候很不喜歡 為什麼呢 就是 因為大家 沒有一個溝通的基礎 有時候 小時候反而就會想 喂 都沒有什麼好談 或者我都不太享受 那個氣氛 好像強勁一起吃飯 有什麼意思呢 有這些念頭 因為小時候 也沒有去感受過一些 開心 或者是 溝通得很好的 家庭聚會的飯局 但是慢慢 原來 大了 越來越 可能看過 人家一家人吃飯 是很開心的 原來齊人 那件事 是一件正面的事 那我就覺得 要去分清楚 其實 一件事就是 我們其實是要尊重 每個人的意願 其實 齊整那件事 背後其實大家 真的心裡都想齊整 齊整得才會有意思 如果你勉強大家 圍在一起坐 但是他都不想 其實是沒有意思 但是如果真的做到 大家的心裡 沒有那個 戒題 沒有金 他真的很想聚在一起 那種團聚 我現在就懂得珍惜 覺得 那件事是 最主要的 是很想追求的 我看到一套戲 剛才我們一起看 附近的時候 右上角的就是 截圈 寫著一家人 整整 但是譬如 某些對白 如果大家看過 或者未看 遲些會留意 譬如 最後那一幕 就是 他提到 有一句對白 就是說 有多少人在 就有多少人吃 那好像 我有時候看 是不是矛盾 好像一套就是 一套 大家怎麼都要齊人 齊整 才可以吃的 一頓飯 大家有這樣的觀念 但是另一方面 這套戲又好像提供了 另一個答案 就是 不是的 我們兩個人在 就兩個懂得 其他那些 不重要的 我想知道 導演在這兩個極端 你其實是怎樣思考的 我其實就是在說 我們當然要 一直去追求一些 我們想得到的東西 譬如 團聚 大家是齊齊整整 但是 現實往往是 很多時候 未必真的做到 可能都是事與軟為 可能有些是遺憾 有些可能是 不同人的原因 令到這件事 不發生到 但是我們是不是 就是 沒有最完美的東西 就不去珍惜呢 就是可能 在這個 冬至裡面 未必真的齊得到 但是其實 都可以 那幾個人 開心心吃一頓飯 就是那個 那個團聚 不完美 但是 都可以去正面對待他的 我們會不會這樣呢 因為其實真的很多人 除了吵架 可能譬如說 有親人在外國工作 或者現在很多人移民 或者是 很多原因 真的不能夠聚在一起吃 那麼 我們如果是 剩下來的人 就是 哎呀 這裡沒有了 哎呀 那個人又不回來 哎呀 又怎樣怎樣 其實 我們為什麼不珍惜 就是有在這裡的人呢 那件事沒有底足的 還有 還有 更加齊人 果然好 不齊人 我們也要快樂 就是 珍惜那個 我覺得團聚的意思 某程度上在這裡 就是譬如說 那兩父子 雖然那父子也很缺絕 真的走了 那兒子 都在那一下 都覺得好 兩個人吃就兩個人吃 就是 最好的 當然是他們 全部都回家 就是那個 很好的層面 但是 如果現實做不到這件事的話 多少個人 就多少人吃 我覺得都是想表達這種善意 嗯 明白 如果回到劇本 或者角色那裡 我也有問題想問Mo姐 我看回其他 其他場合 或者看訪問 都會提到你 參與這個項目 是因為那個劇本 因為看了之後 覺得是一個 就是 重要 或者覺得喜歡這個劇本 所以 所以會參與 我想知道多些 就是當時你看那個劇本的時候 是的 你在想什麼 或者對於他有什麼想法 嗯 就是我自己現在 家裡是很開心的 就是我和女兒是 就是 無所不談 嗯 但是因為 我比較 年紀大才做媽媽 嗯 所以我很珍惜 我和他們的關係 以及在整個做媽媽的過程 都不斷學習 怎樣可以做一個 能夠和他們 就是 不要有那麼多的隔膜 或者是 問題 的相處 嗯 這樣就不斷學習 但是 我媽媽那一代 他們沒有的 嗯 他們大部分時間 都最重要是 賺錢 嗯 那麼 他們覺得 他們很辛苦做事 然後 維持這個家 所以回來 所有事情都理所當然的了 因為他們已經是 賺錢回來養小朋友 嗯 但是 整個我的成長 我都看到 不是單單我家裡 我身邊認識的人也好 每個家裡都差不多是這樣的 嗯 就是 都會有我們 過時過節 戲裡面的 情節 嗯 大同小異真的很多 不單單是 我想是 我成長的那個年代 就算現在 我相信有很多 香港的家庭 都仍然有這些問題 在這裡 嗯 所以我覺得是 就是 是一個實況 其實 嗯 我就看到劇本 有很多很現實的東西 嗯 如果將這個戲拍了出來 我覺得 會不會給大家一些反思呢 嗯 有時候我們在裡面 當局者 未必看到我們自己的情況 嗯 所以 我也想說 就是 我爸爸媽媽 都是 賺錢的人 就是 我小時候 看到他們很辛苦工作 我媽媽 我覺得她是尤其辛苦的 嗯 因為我覺得 就是像阿玲 就是這個戲裡面的角色 嗯 爸爸媽媽都要工作 但是 很有趣的 現在外國的年輕人 已經不是這個 相處模式 嗯 他們 就是會一起出去工作 一起理家 家事 是一起分擔的 嗯 但是我媽媽的年代 就不是的 女人又要出去工作 回來 一下班 要買菜 然後煮飯 然後呢 真的還要理我們 嗯 到了睡覺那一刻 也是暈倒的 但是 爸爸呢 他又工作了 他回來之後 就開電視 就看著電視 就睡著 然後呢 媽媽叫他吃飯 他就在身上吃飯 吃完飯 他又走到電視上 然後又看又睡著 這樣 這個狀況 其實一直都在我的 腦海裡 覺得好像很不公平 但是很多家庭都是這樣的 不知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我媽媽沒有怨言 和我這個角色 剛剛不同 就是什麼呢 為什麼我媽媽沒有怨言 我媽媽不是一個 沒有怨言的人 哈哈 但是為什麼他沒有怨言 其實我爸爸很厲害 整天稱讚我媽媽 哦 哈哈 媽媽你真是厲害了 為什麼這些東西 真的可以這麼好吃 媽媽你真是全世界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漂亮 我媽媽是這麼漂亮的 幾十歲都是這樣的 那麼 我媽媽就全身了 真的為牢為皮 做牛做馬 她也覺得 我是最幸福的女人 其實她很辛苦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我們 中國人 或者是 欠缺的就是 懂得欣賞 和讚賞對方 其實女人的心 真的很容易就可以買到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麼淪色 對方就是這麼淪色 有時候那些說話 會有很多人覺得 不用這麼欲酸的 要不要整天說著 有多欲酸 我現在和我的女兒 是經常都說 我很愛你 I love you I miss you 就像現在這個年代 你不會再去淪色 或者覺得為什麼說 很自然 你是想著她 你是愛她 就把握那一刻 立刻說 我希望這種 這種文化也好 現象也好 可以普及一點 特別是看了我們這個戲 我更加覺得 我喜歡這個故事 當初就是 可不可以 這樣扭轉它呢 嗯 我記得 Mo姐之前也演過很多 媽媽的角色 未必是除了今年 媽媽有第二個 或者是之前 黃金花大家都很記得 那個媽媽 這個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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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演這個角色 或者看劇本的時候 你覺得 演這個角色有什麼挑戰 尤其是我聽 剛才你所說的 就是那個角色 當然你會找到一些 可能你媽媽的影子 但是會 我想像跟你 作為一個媽媽 其實都幾不同的 就是這個媽媽 可能是比較多要求 她 那壺東西 要這樣擺就這樣擺 你放手 我來 你在想這個角色 怎樣去演的時候 那個挑戰在哪裏 其實她就是 一個很簡單的女人 對我來說 阿玲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女人 就是 那個家對她來說很重要 她很希望 有一個 會懂得體諒 和欣賞她的男人 在旁邊 多一點關心 我覺得不只是阿玲 她真的一個很 每一個女人 她代表著每一個女人 所以 我在演繹的時候 就是帶著一個這樣的心情 就是我怎樣都要留在家裡 照顧小朋友 還有 其實她做了很多事情 你想想 女兒都這麼大 離婚後再回來 她仍然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她早上比較煩合她 就是她也會煮給她 其實她是二十四季媽媽 但是因為她太辛苦 又沒有人認同她 所以她瘋了 她有時候會 太頂不順 會揭斥你 我覺得這個狀況 真的很多家庭都有 我就是這樣投入她 一個這樣的心態 其實她要離婚 我想有很多人 經常都在離婚不離婚的邊緣 我最近還知道 日本 有很多六十歲後的女人 兒女大了 她們離婚 嗯 但是阿玲 其實她早就能離婚了 當兒子離開了 她本來也想離婚了 但是她每天都停留 在離婚不離婚 離婚不離婚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她仍然想 國家是齊齊整整 這個是我們傳統女人 像中國女人 我覺得是一種美德 但是這種美德 有多少人看到呢 甚至乎我覺得 老公對我來說 對於阿玲來說 是很殘忍的 最後她也是由她的嘴巴來說 不過我不劇透了 大家去看吧 我想問一下 Moujie 剛才也提到 可能要一直忍 婚姻之間就是這樣 我相信在座 我也沒有什麼婚姻的經歷 其實可能我們這個年輕 我們比較年輕 我不一個代表了全民 但是我也會有疑問 其實就是剛才說到 她可以早就離婚 她可能煮早餐 或者是這些事情 都不是說她一定要去做 但是她又是互堅持 可能也會見到她 其實不用那麼辛苦 可能看的時候也會覺得 會不會說其實是 有沒有一些因素 除了是中國的傳統 有什麼原因令她這麼堅持 一定要這樣去做 或者有什麼令她 哭得那麼慘 終於可以離婚 又哭得那麼慘 但是又不肯離開 又好像難離難捨 那樣的感覺 我想她心底裡 仍然是對她的老公 又愛又恨的 她仍然愛頭家 仍然愛她的老公 但是在這裡的時候 也很痛苦 我想是很夾雜的 她也有種心情 就算她說離婚那一刻 不等於她不愛這個男人 但是在這裡的時候 又很痛苦 無論她怎樣表達 她做了她的事 但好像在旁邊看不到 那樣 這個就是她每天的生氣 即是坐在一起 我覺得她其實已經很不行了 如果我認識她 我會叫她 你是不是要輔導一下 其實她們兩個都應該要輔導一下 因為我覺得導演 可能都是比較年輕的一代 為什麼會 特意想到一個阿玲的角色出來 她可能已經不像我們身邊 或者可能是年輕一代的媽媽 可能已經不會是這樣 好像Mo仔也說了 可能看到上一代是這樣 自己這一代也可能會有少許轉變 為什麼會特意再建立這個阿玲的角色出來 我媽媽是這樣的 原生故事 我小時候 其實我是特別同情我媽媽的 因為我小時候 更加完全不理解 為什麼我爸爸不出聲 就是這樣 如果你看那部電影 就是很辛苦 我作為一個有情感的人 除了是她兒子 還是她身邊 經常在身邊的人 那種的困緊 壓力 那樣東西 沒有人去 譬如我小時候 我見她被人欺負 可能因為穿藍磚女卑 那些女孩子是經常被人欺負的 或者很不公道的對待 我見她 可能被那些婆婆 很喜歡說是非 然後被那些婆婆 說她兩句很不公平的 然後 爸爸又不幫她出頭 我小時候覺得這些很不公平的 就是我 我就慢慢大了 我就做那個 就是保護她那個人 但是 你小時候見到 一個媽媽 一個女性 在這些地方 受這樣的對待 然後她 那種屈住屈住 那我就很想 真的 呈現出來 就是 那種的 就是 大家可能看到 她可能是很 很單一地去 就只是 總之是要齊整 總之是要好 但是 這個其實是要欣賞的 那 當然 你再看多一層就是 我們其實是 我想大家都同情她 就是說 其實 她也很 你猜她不想 是開心的嗎 就是誰是 你看 其實第二個家庭很重要 就是她打工的家庭 你看到她是一個舒服的環境 其實你不需要對她說 怎麼稱讚她的天花龍鳳 你跟她說話而已 就是 你可能記得她少許 跟她正常地交往 她就很開心了 你看到其實她是 她需要的東西 很簡單而已 所以我故意就是 這個家庭就是 給她一個 離譜的 她本身家庭 給不到她 應該要有的東西 的一個狀態 她 那 一切都是源自於 就是我 我自己小時候對我媽媽的一種 同情 然後就很想 真的大家都同情這種的媽媽 就這樣做 嗯 我想知道多少少 關於寫劇本的時候 就是這個劇本也是 因為Eric自己 很多他的故事 或者人生經歷那裡去提煉出來 其實你可以選擇 比如剛才那個是媽媽的關係 你可以把戲那裡 集中在一個 這樣的母子的關係 而的確你之前 比如Eric之前有短片 《先浪前》的短片 《木耳承舟》的一套 那他真的就聚焦在母子之間 而這個戲很明顯不是的 就是 孟姐 就是 阿玲這個角色是 媽媽 那他有他的 就是大家會同情到他 或者想一下他背後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人 但是也有爸爸的角色 就是爸爸你都可以代入到 然後為什麼一個男人 會這麼深沉 不說話 然後突然間會做出某一個 某一個決定 兒子 女兒 每一個都是這樣的人 我想知道為什麼 會有一個這樣的 在寫劇本的時候 已經倒閉了 我是想寫了這麼多個人 而不是很簡單 其中一段關係去說 如果說笑 這樣說 我不知道有沒有下一部 要拍就拍了全部 但是 說認真的就是 我覺得那個全局的重要性 是太重要了 就是因為我小時候 就是用一個兒子的角度 去到慢慢 逐個家人去想想想想 的時候 我最後看到的不是任何一個人 而是家庭這件事 就是這個整體 而我覺得 也都 關係到 譬如最後一個結局的處理 都是 其實回去就是思考家庭這件事 就是說 你說我自己個人 當然是對某些家庭成員 特別有感情 或者對某些關係 特別想去說多些 但是 就是 為什麼我們 我最後還是要選擇 一家人就是 那個全局的重要性 就是 我們去到最後 都是 不要糾結於 他們應該應該離婚 或者父子 他會不會回去 或者 媽媽 他會不會真的 找到人 可以 他會不會終於 不去 放棄這個家 就是 很多這些的可能性 都是 每個角色都是 就是我一定是做得不夠圓滿的 就是 因為 不能夠講完每一個人 很完整 其實所有在這個家庭裏面 這麼多年來的那件事 但是 我想帶出那個全局的重要性 就是 我覺得那個是 我們會不會香港 就是有部電影 是可以講一家人呢 那 我就覺得 就是 就開始就會想 這樣去做 但是寫的時候 會不會很困難 就是 如果聚焦一段關係 那你牽涉的人 可能是兩個 或者三個 但是當你想 說到一個全國 說到整個家庭 不同成員 他們想什麼的時候 他們性格怎樣來 他們怎樣說這句對白 好像很多事情 就是很多事情 要疏離 是不是很困難 當然 還有 真的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就是我的很多編劇 監製 其實 我們幾年裡 我真的 整個 我家族的歷史 真的 說幾多萬字 去談到出來 然後我就發覺 真的 就算我自己覺得自己想了很多 之後 其實我真的有很多盲點 尤其是對自己 譬如我為什麼走 然後 那些事情 其實是 大家去告訴我 其實是別人怎樣看 或者別人又再問很多問題 我就又會多些機會去想多些 令到我故事越來越完整 是經歷過這個很漫長的編劇旅程 嗯 我想又問 文武謝 尤其是接觸過這個劇本 你知道是導演的 他自己發生過的事之後 你開始去想一下怎樣演 過程中 會不會都跟導演談很多辦法等等 有的 有的 我又很清楚 問清楚他每一個細節 是不是跟我的理解一樣 一樣 因為我是在演繹著他媽媽 嗯 嗯 我聽過 因為我之前也跟Eric做過一次訪問 我聽他說過一次 你們的合作經歷 很多事情是事前已經會合作了 準備好 然後怎樣演 對於角色的理解等等 但是他也提到一件事 他說 去到片場的時候 大家嘗試做的 就是尋找驚喜 尋找優惠 尋找優惠 我想知道在拍攝的過程中 有哪些唯一你會覺得 尤其是在演的時候 覺得好像有某種驚喜 或者有某種火花 是那個時刻 因為不同的原因 底下 就好像比起事前的原備 再有些不同 更加好 我最深刻的就是 當老公說要離婚 那一場戲 因為我除了 頭頭收到劇本的時候 好像也有修改少許的 裡面那段東西 有看過 然後再收到劇本 又再看過 但就不像我一般 拿到劇本 其他的長口 我是把他錄下來 然後日又聽 日又聽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我不單單是 看自己的對脈 在我聽的時候 我聽到別人 很多時候做演員 只是看著自己 然後其實不知別人說什麼 所以我就錄下來 日又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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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到這一部分 就是老公跟我說離婚那個 我就刻意不聽 因為我已經知道他大約說什麼 但我不聽 我很想感受一下 當時他跟我說 真的當浩哥跟我做的時候 那個感受 那這個真是意想不到 因為我第一 我們是沒有怎麼排的 除了唯讀的時候 有讀過 但我記得浩哥唯讀的時候 他好像真的剛剛收到劇本這樣讀 但那時候我已經很熟悉 背了 因為我不是很懂 因為我很想知道 第一 就是我現在這個去法 的方向是否正確 如果我有不對 導演必須立即更正我 但是 所以這一場戲 我真的不太知道浩哥 如何演繹 所以到拍攝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很認真地去做 只是走一走一走 然後就留一些電影 到拍攝才做 我記得當我一拉椅子 走過去看著他 我記得他那句話 你可以否冷靜一點 聽我說一次 這句話 給我感覺到 他的眼神的堅定 是很明顯 而且這句話 就是 死了 沒有了 那我的眼淚 就開始出來了 那怎麼辦 很長的 他說很久 我這麼早就來了 那他整場戲在哭 這就很難看 很難看 我是忍著 其實我是忍著 那個人 然後我 很幸運 就是 因為我最受不了的 就是 現在我正式接受你離婚 那句 那裡我就 我覺得 我可以爆了 那我就在那裡 哭了出來 這個是我最深刻的 就是因為我猜不到自己 一拉張椅子 那個感受這麼厲害 我以為我可以很冷靜看著他 讓他講到差不多 然後導演就說 你這個時候可以過位 即是張張椅兒 然後再聽完尾那裡 然後再來 我一直的鋪排是這樣 但我沒有想到 我一過去聽他說 我記得我們後來來多一次 第二次我仍然是這樣 那個影響很大 這個是其中一場 第二場 就是 我和女兒 這個是我 亦是完全估計不到 就是在吃飯最尾那場 最尾 他跟我說 媽,你也喜歡吃蠟腸 他的眼神看著我 哇 我突然覺得 我對他很有虧欠 因為在電影裡 阿玲真的不是太疼她的女兒 原因就是 你太遲的老公 看見他就像見到老公一樣 有一點點黏黏 他不聲音 又是不說 那些什麼都不和你溝通 那些 但是他突然交給我 那時候 探仙然是看著我 說的 又是很大的影響 我是覺得 為什麼我和你的影響這麼少 哈哈 一個這麼知性的演員 我覺得他很知性 他的眼神給了很多東西 如果我能夠和他多一點影響就好 還有我覺得 為什麼你媽媽這樣對你 在電影裡 阿玲這樣對她的女兒 因為如果這個是我的女兒 我真的疼她 都來不及了 所以 這也是同時 很意外地 讓我發現 原來 我有這樣的反應 嗯 如果從Eric的角度 即是看 無論剛才說 O姐剛剛說的那兩場 或者是你 你也沒有一些 很深刻的某一場 可能是剛才所說的那種 是BONUS的 或者你之前沒有想過會這樣發生 其實 因為就是演戲那裡 我們之前都很充足 所以去到現場 我覺得最開心的是 我有很多空間 去做一些場面調度的事情 即是那些鏡頭怎麼運用 而且他們是很信任我 譬如 有時候 那些機位怎麼擺 其實那個鏡頭是拍多少幾短 其實他們全部是信任我 然後我這樣可以 所以其實很多調度 譬如有些長鏡頭 特別是那個 譬如八年前 一開始的那些幕 其實他們 演員們是 做一天就已經排練了 嗯 其實這些是令到我在那個視角 那個調度上 就是很多這些空間 給我去做 還有譬如 哎呦不劇頭 那個結尾的那個鏡頭 其實是 都很花時間的 嗯 還有 就是為什麼這樣拍 那樣東西 其實可能現場未必解釋到 但是 就是大家的信任 令到我 很多這些視角的驚喜 是會做到 嗯 我覺得 當然在拍攝的時候 可能會有很多 魔術的時刻 等等 我覺得對於觀眾來講 都有些魔術的東西 看的話 就是如果大家看了 或者未看 可以找到這件事 就是 你進去戲院看 在這個時候 看一個 關於家庭的戲 那我 我本來就一直想著 我入場的時候 就一直想 其實 為什麼突然間 這一年這個時候 要看一個這樣的戲呢 這樣 我就真的想這些東西 就是 因為你看到其實 不同的戲好像都會 嘗試在這個年代 在延說著 某些時代的面貌 那 接著我看完之後 我就發現 沒有 其實沒有一個很刻意去說 因為為什麼 在這個時候 你要講家庭 好像沒有 就真的很平實地 這樣講了一個家庭 香港家庭 就好像戲名所講 就是Hong Kong Family的故事 那所以我就 這個位置都很想問 導演 就是究竟你 怎麼想 這個時候 尤其是這個戲 如果拍攝的時候 有很多奇妙的東西 這個時候 上這部戲 他跟香港的關聯 是一件什麼事 為什麼他會叫Hong Kong Family 好像是 這個就是 寧 阿楊 他們一家人的故事 那為什麼 這個是一個Hong Kong Family 呢 除了 很多香港家庭的寫照之外 其實是 其實是很個人的 我覺得 現在的香港 跟其實家庭 有些相似的地方 就是 很多人在想 走不走 很多人在想 走了會不會沒有了 但是又不知道怎麼回去 又好像不太想回去 或者是 很多這些關於 離開與回來的思考 跟我想家庭的東西很相似 也是很多香港人現在的氣氛所在 我覺得 其實不是這幾年 只不過這幾年特別多 但是其實 是否移民走不走的 這件事 究竟香港是什麼 家庭是什麼 這件事其實已經是 很多年來的一個氣氛 那我就覺得 好香港 這個也是 為什麼會把 那個Hong Kong 會擺得出來的 其中一個原因 還有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就是 我自己的經歷 就是為什麼 我走了之後 我都以為可能會沒有了家 但是 可能回去之後 又會發覺 其實所有事情 都真的不是 即 即 未必是 即沒有可能 即是說 你走了 真的未必會沒有了家 我親身感覺過 那 這個也是 如果 沒有真的說這件事 但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現在離開了香港的人 其實也不需要 只要是 覺得可能 會永遠沒有了這個家 可能 都是一個 即是我很個人的 一個想法 我轉小小話題 其實這個引申下去 就是我看 就是 Eric 是一個 我們童年的 即是出生的人 然後 我很記得 他的故事就是 他大學畢業之後 他可能 他創作的路 他是選擇 譬如他沒有進到一個工業 那裡 開始自己找一些方法去拍 很多的短片 不同的紀錄片 或者甚至在不同的崗位 那裡去租 那又因為 也都中間 譬如跟著 一百年 一百年的時候 就贏了 這個 首播劇情片的計劃 然後可以開戲 好像夢想成真 但是 其後也都有很多的困難 就是可能 我記得你提過 就是20年的時候 疫情 所以那個戲又要放下 有很多位置你會很沮喪 我想知道 那時候在想什麼 就是這個過程中 有沒有一些位置 是你會很質疑自己 不如我真的不拍電影 不搞那麼多事情 有沒有一個這樣的時候 都會的 就是 以前可能還沒想到 是不是應該拍家庭這件事 之前其實都拍了很多不同社會議題的事情 特別是可能紀錄片都拍了很多 那有時候 特別是去到近年的香港 都會令到自己沮喪 就是好像 好像做什麼的社會都不變好的 或者可能你說多少 可能人家真的可以是沒有感覺 那你說你做什麼呢 就是會有很挫敗的時候 但是慢慢就是這樣 我始終都是一個 你也知道這個兒子是很坦白的 就是我真的覺得 始終我還是想做一些事情 然後就會想 好 就是 我不能夠一下子改變這個世界 但是我會不會 在一個最近的 我身邊的人 就是家人那裡 我一直都沒有直接去面對這些 這麼近 這麼自身的問題 我會不會在這裡 可能做少許的事情 走一步 就是 我不能夠改變這個世界 但是我可以走回家 就是這個我是做到 我沒有理解 是說 這件事是有人阻止我的 那我就做這件事 然後我就把 原來這件事對我來說 很有意思 那我覺得 如果大家真的對於這個世界 我改變不了 但是你看到這個電影 覺得 喂 家裡可能真的有些事情 你做到 那我一想到這些事情 我就有那個 就是創作那個 我覺得那個 那個 passion 在那裡 也都是 我覺得 這個東西是要用電影去盛在的 因為 就是 你要說一個 家裡 譬如 我不能拍攝紀錄片 因為可能有些家人已經不在 就是其實有些事情 是要電影 那件事是 它有真的情感 有些真的事情 令到我感動 然後你透過劇本創作 去將一些事情 再去 去精華 變成一個故事 令到別人在兩個小時裡面 去感受到一個 你很想說的 訊息 那我覺得這件事 是我找到 我很想把這件事 變成電影的原因 所以就會 這幾年就是 就是堅持去做這件事 嗯 我想問Mose 因為 見你 除了這部電影 就是和Eric合作 然後有另一部 未上的 就是《死屍死屍》 《44》就和 何卓天 就是比較新的導演 都是 演員就更加多 就是 很多不同的年輕演員 你怎樣看這一代 就是一些新一些的 無論是創作的人 或者是演員 他們好像 可能好像Eric那樣 走過一些 難的路 或者是一些 可能沒有以前那種 那種 那樣出來 就可以平暴清雲 那種 第一 就是你合作的時候 怎樣看到他們 是一班怎樣的 年輕人 第二 就是 為什麼會 都很想和他們合作 其實我很簡單 他的劇本 我喜歡就可以了 當然 我 在這麼多年 在我演藝生涯裡面 真的沒有試過 一年有三個劇本 我喜歡 沒有試過 即是 有三個都不喜歡 但是 劇本不行 給不給到錢 給到 OK 過往大部分時間 在我們香港電影 很黃金時間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劇本就 那時候是 很多時候有個大光 劇本都沒有 那大光也覺得 為甚麼 那有多少錢 這個是給足片酬 算了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但是你說 看完一個劇本之後 這個不錯 然後 也嘗試去見一下 一些新的演員 香港現在又多了一班 MIRRORS 他們去認識他們 他們又去看他們的全民造星的時候 發覺 很單純的年青人 一班 我自己會覺得 很希望看到他們 如果將來 成為我們的接班人 會怎樣 當然 他先了解他們 去認識他們 有機會 跟他們 相處多一點點的時間 發覺他們都是 真的很簡單 然後 我便用心去做 是這麼簡單 很單純 因為 其實娛樂圈 我經歷了這麼多年 我們那個年代的偶像 和現在的年代的偶像 真的很不同 不過這個時候 也不要說太多 他們有甚麼不同 但是這班年青人 給我的感覺 就是很單純 想做好這件事 如果有人幫我 例如我如果可以幫他們 他們會盡力去做 這樣認識了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然後在當中 也看完一個劇本 特別是第二個劇本的時候 我很喜歡 已經覺得很幸運 一年有兩個自己喜歡的劇去做 誰知你不是第三個 很短時間 是死時44 我其實以為沒有這麼幸運 誰知我看完劇本 我說這個劇本真的好到 真是活該死到不得了 現在宣傳一下 很開心 於是就接了那個劇 在三個劇裡面 其實真的很過足氣癮 因為三個不同的劇本 特別去到第三個 是黑色幽默的時候 整個劇本是很有趣的 很多話說 也是現在不要說的 我是覺得我們香港電影有希望 覺得這一群年輕人 Eric 還有何卓天 這些新導演 其實Kieran也是第二部 何卓天也是第二部 其實他拍攝我的電影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很有希望 再加上我看到這一群 除了MIRRORS之外 不要經常掛念MIRRORS 人們覺得好像經常要提醒他們 但是女演員是特別飆青的 就好像是 袁麗霖 還有的是 Jennifer 余香瑩 還有的是 譚善賢 其實這三個女演員 比起我的年代出來演戲 是更加飆青 所以我是很開心的 也看到新導演的班底 他們也是很斯文的 我為什麼用斯文這兩個字呢 有時候我們以前拍戲 走出街外景 我很希望我不是屬於這裡的 你們不要誤會 不知道為什麼以前那種粗口文化 很厲害的 還有以前的 我們那一代的導演 可能太忙了 也是拍很多電影 我們也一天接幾組電影 他不太記得我們叫什麼名字 我總是指著我們 這個這個這個 彈開 但你看到現在的電影圈 是沒有這樣的情況 他們很斯文 你會覺得他們只是用心去做好這件事 大家的溝通 跟我們那個年代很不同 這個也是令我覺得很開心的 覺得 咦 進步了 我們的電影圈 這群年青人 年青演員 繼續這樣走下去 我覺得有希望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剛才Mo姐說 收到三個劇盤 很幸運 很開心 那一刻 其實 因為我記得Eric也說過 第一次找一個最 就是他跟莊姐談 找什麼演員的時候 找最好的 找最標準的 接觸到Mo姐 然後他答應 然後他當時那種 他形容當時那種氣氛 我都覺得很幸運 竟然不太幸運 我覺得 Eric也可以說一下 你又作為一個新的導演 在第一個 《Devil》唱片的時候 有一些 資深一點 或者很有經驗的演員 已經可以參與這個製作 你又是 對你來說 有一件什麼意義的? 除了證明原來我也有點運氣 之外 就是 我真的沒有想過 因為一開始 就是專注劇本 那 原來這件事 是一件好事 就是 因為真的 我聽說 作為導演 其實都真的會想 去考慮一下 你寫劇本出來 找誰拍 如果一件事 可能 都挺不看好的 例如我一家人 這麼多條線 然後這麼寫實 這種的戲 其實是 我真的沒有想過 是會吸引到 Moja 但是我又真的想 拍這件事 那我就先去劇本 所以 到頭來 原來我又得到 最好的演員 我真的沒有想過 原來不去考 反而不去做這麼多考量 反而 其實得到的是最多 嗯 只會是鼓勵到我 會繼續 做我認為是有意義的事情 因為 反過來 我會不會寫一個 可能我一寫 就可能 我就要找 梁朝偉 一定是拿獎去康城 然後這些 我想 Moja也好像說過 譬如說 喂 你說你要去 那你是不是 你明不明白 你說你要點 但是 其實你不如 乖乖地去 是不是寫好 劇本呢 我覺得 我真的會 深刻地 體會到 這件事 原來劇本的重要性 是這麼重要的 嗯 嗯 好劇本的好報 那不如 這個時候 我們都問了很多 問題 不如我們給點時間 台下的觀眾 有些問題 想問梁偉嘉賓 想問導演 或者想問Moja 如果你想問問題的話 可以舉手 然後我們的工作人員 會帶一支咪 給你 麻煩你叮咪之後 先介紹自己 然後 說明你在讀什麼科目 如果你想問問題的話 可以舉一舉手 我在後面 灰色衣服 謝謝 謝謝 Hello 我是Natalie 我現在讀著英文 想問一下導演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想問導演 有人說 香港電影已死 但是我們今年見到 有電影 好像過時過節 好像有正義活狼 但是 好像又有些希望 那你覺得 香港電影現在怎樣 它是不是已死 還是它回春呢 第二個問題 就是想問一下Moja 即是說 我們現在年輕人 對婚姻和生育 其實是很恐懼的 那你作為一個國內人 你怎樣看這件事呢 你在自己的婚姻和生育的經歷 你覺得自己是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 還是你有沒有很恐懼的情況 那你可否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呢 是 謝謝 我想很明顯 今年新導演的作品 好像更多於 就是資深導演的作品 在那個戲院裡可以看到大家 還有那個 《票房》 《女創》 《佳織》 但是 這個是很明顯的 但是我覺得 那件事是 不要忘記 其實 其實很多年前已經在說 香港電影是否死 然後 就是有一班人在做很多事情 才會有今天 不會說 去年才意識到這個問題 今年就可以有這麼多機會 就是為什麼 譬如我參加首部的《程電影計劃》 或者你看到賭Sir搞的《先浪潮》 你看到《古山》 就是給了很多機會 新導演和新的創作人 就是 這十幾年來 就是因為這些幾個機會 令到現在好像剛剛 大家可能看到有些起色 那樣 所以 我就 我覺得不是譚花一現的 就是我自己的 是否成功 我就控制不了 但是我覺得 香港電影現在的回春 是會有後勁 其實你的問題 是很難回答一下 不過 我想如果我簡單一點 我自己的方向 如何看待這件事 就是 在我 我兩個女兒的教育 她的成長 就是 我看到一條鑰匙 我拿著這條鑰匙 就是我帶她們認識神 她們是基督徒 那麼 這條鑰匙 很厲害 因為 尤其是你有兩個女兒的時候 現在這個世代 你真的很擔心 那麼 小時候 你又 如果你不想走那套 不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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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很大的後遺症 到了她去讀大學的時候 你根本 你連不准都沒權說 因為她已經出去了讀書 那麼她可能會 我看到很多年青人 一出門 就變成第二個人 因為所有不准的事情 都可以做完 所以我自己 就 在她們很小時候 即是一出生差不多 我們在加拿大住的時候 無論多艱難 因為那時候 我先生都沒有信神 我就 堅持這件事 就 帶我女兒回主日學 介紹神給她認識 一直到整個成長 到外國讀書 那麼 我覺得 在這件事上面 我幸好這樣做了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 剛才我所說的 有很多事情 你真是 你不知如何處理 很多事情 但是 我兩位女兒也是 她跟我說了一句說話 當她們開始拍拖的時候 我都要問她們一些問題 怎樣看婚姻 和男女之間相處 我女兒回答我 就是 媽媽 我知道你為何要問 你很多憂慮 在裡面 但是我想告訴你 不是我和你交代 你想我做些什麼 不做些什麼 我現在不是和你去交代 我是和她去交代 而這個是 24小時看著我 她這樣說完之後 我的心 簡直是 定了 好 然後她是否真的這樣走 我不想 其實我也要分享一下 很少和別人分享這件事 因為現在這個世代 你和別人說 耶穌一定會被罵 但這也是鐵一般的事實 就是她後來認識了一個男生 因為我說過 一定要18歲到大學的時候 才可以開始拍拖 那她很快 進入大學之後 沒多久就認識了這個男生 那她開始跟他拍拖 不知為何很有趣 我女兒會打電話來告訴我 我媽媽 我告訴你 我接受了這個男生 做她的女朋友 好像很舊式 那樣 好了 後來 我很喜歡這個男生 我認識了她之後 很好的一個男生 她們拍拖五年 然後 接著第五年 我女兒跟我說 要跟她分手 原因是 她說 因為這男生 經過這五年 都未曾信神 而其實她有跟她一起回教會 她還一直在尋求 但她一定要坦白告訴我的女兒 她還未信神 而我女兒覺得 已經有五年時間 我不知道到何時 而這個 一定要嫁在主內 就是要跟基督徒結婚這個 是她已經決心了 所以她分開了 然後 很難過 兩個都很捨不得 我就很想跟她們說一句 或者結婚之後信 因為我也很捨不得 這個男生 很喜歡 我女兒說 不可以 其實她很痛苦 但她跟我說一句說話 她說 如果是這個人 因為神已經預備了給她 如果是她的話 她就會是 遲些她會信 然後她就會再在一起 她也一直以為會有這個機會 但是她不想在 現在這個時刻 拖下去 可能分開了 她自己多些空間的男生 她會去尋求更多 最後是信 也不明白 她不知道 又或者最後決定不信 也沒有問題 當然 一段時間 大家簡直是沒有來往的 隔了沒多久 我女兒 因為她同學 她都是那班同學 裡面有一個男生 她爸爸是一個牧師 那一個男生 很愛神 愛神到不得了 他們兩個就拍了拖 於是明年結婚了 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我沒有什麼憂慮 現在最害怕的是 那女兒不知會不會被人欺騙 待會她不會帶一套 還會不會做些什麼 或者是年輕人的問題 或者是就算你沒有說騙 大家經常又拍拖 又分手 都很痛苦 是吧 反而我好像做了那個人 他們分手的時候 我難過得不得了 那我就不知道解不解答到你 現在怎樣 我和那些女兒的相處 我看到她們是 有她們的方向 我不想在這裡告訴大家 你們一定要這樣走 但是我選擇了這條路 我覺得我人生好像簡單很多 也都安心很多 至於生不生孩子 這就是一個爭議性 因為最近這個COVID 我很憂慮 我就跟他們說 我說不要生了 兩個人開開心心就可以了 但是我女兒又是這樣回答我 兒女兒是神秘的 不是你決定的 我好奇想知道 為何和COVID 會影響你這個思考 你不覺得世界亂了嗎 整個世界大亂了 現在只是一個開始 不知遲些再演變 是有多惡劣 那你如果沒有小朋友 因為SARS的時候 我是瘋了 我不可以想像一個畫面 就是當他們快要死的時候 而你連進去見他那一刻都不行 我接受不了 我想我會瘋了 所以我會跟他說 不如兩個人開開心心 不要生小朋友 如果你說兒女 但是他就覺得不是 因為他很喜歡小朋友 他是讀教育 現在正在做先生 所以我自己就比較 甚麼都可以 甚麼都可以拿出來說 跟女兒的相處 但是他們自己的決定 我可以理解為互相信任 或者會有他的安排 事情會有他們的發展 謝謝Mo姐 還有沒有新的問題想問 好 前排 你好 我叫Kayla 我正在讀教育 也想問導演 我已經看了一部電影 我也很喜歡這部電影 可能因為和家庭背景有關 都是有些吵吵閉 還有我和家庭 尤其是爸爸的關係 是超級不好 亦都有發生類似家暴的事件 我不要劇情到那麼多 總之就是 有些事 之後我看到 其實主要的衝突 都是和爸爸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怎樣去 就是最後 他們叫做 有聊天 我也想知道 為什麼當初你都離開過 然後 其實那個契機是怎樣 因為套劇裡面 可能有說過 我可能在其他人身上發生了些事 令到他覺得 我可能都要燈色眼前人 但如果是你自己來說 我也想了解 不知道你能否分享 因為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你會突然之間都想回去 因為我知道 如果發生了一些 比較嚴重的事 然後你覺得不可以原諒 我覺得真的 那個狀況很大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怎樣去 跟他踏出第一步 或者是否不接觸 好像一部電影中間那一部 也想了解一下 你怎樣看這個 最後又真是 你現在是否真的跟他聊天 或者 都想了解一下你的心路歷程 另一件事 就是想問一下 譚善言那條線 因為類似有一條支線 就有說 他後來找回自我 因為我又不想激透態度 也想問一下 為什麼會有一條支線這樣安排 你的看法是想大家 現在讀者吸收到些什麼 會不會都是想大家 做回自己 或者不要真的 沒有漠視了身邊的問題 都想了解一下導演 你怎樣看 我和我爸爸現在有正常聊天 他當然不是經常說話 但我經常調配說話 所以都說了幾多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 為什麼你好像很介意 但又好像突然之間可以不介意 不知道 但我會是 首先就是 我是一個這樣的性格的人 就是 當我去小時候 決定我要走的時候 當然前面一定會有很多累積 就是 不是他第一次 這樣我就發脾氣走 那一定是慢慢累積 然後我真的有失望 然後真的會覺得 那一下 我是要走了 但是我回去其實也是這樣的 就是 去到某一下 我就覺得我要回去 那我就回去 那當然 前面我也會有很多 探索過 就是我一開始就是 拒絕了整個家庭 就是自己 我不管了 就是這些我真的不管 然後就自己去找自己 人生的意思 然後 你找到這樣 我不是哭 就是你找到這樣 就是你找到這樣 其實就 你會 你會覺得其實是 沒什麼意思 就是我分享一個流氓 我會是 特地去找 其實 孤獨的最盡 可以怎樣 我走了去 有一次 突然間去了希臘 之後 那裡有一個 Santarini的島 那個島 有一個全世界 說是最美的 夕陽 一個夕陽 通常 那些夕陽的時候 就會有 二萬對情侶 在這裡求婚 或者 做那件事 那我就自己一個 在這裡 看這個夕陽 我就是想 如果我能夠 我這麼喜歡孤獨 這麼想自己一個 那一刻 我應該會很享受 然後 我就經常做這些事情 去看看 其實 是不是一個人 然後我也可以 找到自己的意思 但是慢慢 真的做過很多這些事情 之後 我就會發覺 你問回個心 其實你是 真的需要 我真的想 跟家人去 建立關係 那件事 是誰對誰錯也好 然後 那件事 無論發生什麼也好 那 你是想的 那你就做 那我就做 那我就做 所以我走回家 那一刻 其實是 我也很緊張的 因為我 真的很尷尬 走又是你 又沒有人叫你回來 我經常 這麼多年都是在等 如果他一下子 叫我回來 我馬上回覆 但是他真的沒有 那我就覺得 不要把那個藉口 放在別人身上 就是你想做的事 你就主動去做 那我就 我就真的回去 那我也不知道 可以不可以的 但是原來 是可以的 就是 因為我調整了 我的心態 所以 那一刻就是這樣 然後很快地 這樣說一說 我姐姐那個 譚思賢那個 就是其實 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就是我會自己 去找很多東西 去處理很多東西的人 就是我姐姐就是比較 她不是這樣 她是一個聆聽者 她是一個 吸收別人很多東西 她不是一個 很有自己 說我要怎樣怎樣 的人 那其實 這些人 其實每個家庭 可能都會有這件事 如果個個都好像兒子 這個家庭 就真的 很不行 那 那這種人 我真的想給他一個位置 就是 其實他很容易 會迷失他自己 就是 他沒有給到麻煩人家 所以人家 沒有給他 他也沒有去 別人特意去疼他 所以他也不會 特意去說他的話 所以好像 不是很存在 但是你就會 在電影裡面 都會看到 他會在這裡 但是你又不知道 其實他是怎樣 那其實呢 有很多這種人 特別在家裡 那我就覺得 就是 我這個女 這個兩個小時 想他得到什麼呢 就是透過一個 好了 他遇到一個人 他是完全不同的 他沒有給自己這麼多枷鎖 他就是上點就點的人了 好了 那當這個女的 他真的喜歡了別人 然後又會覺得 又會被人放飛機 有些失望 那在那一刻 我就會想 其實他會透過 他自己 是我不用 真的 說你這個人的 我自己都可以 找我自己走的路 所以他就自己一個 不能劇透太多 他就去了一個自己的旅程 然後最後 其實他找到他自己 就是 這個是一個 他自己 找回自己的一個 一個旅程 好像不是很關心 但是你 再想一想 其實是很關心的 就是為什麼 他會 需要他這個旅程 為什麼他會 成為他今天的自己 其實都是跟他的關係 所以也都 因為他這個旅程 他下山之後 又跟一個親人 說了一些事情 其實那件事回去 又是跟家人的關係 有所轉變 所以就會 有這條線 在那裡 那我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我想作為總結的話 其實我們也有兩條問題 想問一下 那其實呢 整部電影 有家人的關係 有父母 夫妻之間 或者是跟子女相處之間的關係 那可能有些人就會 可能好像爸爸那樣 會默默付出的 不是特別發聲 但是不代表他 可能沒有出現到這樣 但是可能也會有些 像阿玲那樣 會很想你 要看到我 你要認可 你也要付出 那其實會不會 兩者都會有什麼 才是一個 最好的相處之道 或者哪一種狀態 才是一種最理想的呢 我覺得 你在問一個 可能沒有人答到的問題 如果對於你來說 哪一種 會是比較理想的方法 真的不會有一個方法 然後就說 行了 你搞定了 每天都學習 真的 學習的時候 有零分 有時候有高分的時間 都是這樣而已 人生就是不斷的 又跌倒 又學習 又氣翻身 那導演呢 我也是沒有方法 但是我有兩個態度 第一就是尊重 第二就是不要放棄 就是說 尊重是說 總會有人跟你不同 無論他是用什麼方法 跟你溝通 或者你多不喜歡他 你也要尊重他 那當我覺得 就算你尊重了他 他不尊重你 不代表你不應該尊重他 不知道你明白嗎 所以如果你想真實有關係的時候 我覺得尊重這一步很重要 其實也是自己做好自己 雖然是很困難的 如果那個人真的 喂 你沒有反應 或者你真的完全很壞 我真的不太想尊重你 但是如果有時候做到的就做 還有第二就是 不放棄 因為其實一定是沒有完美的方法 有就已經是所有 就是我們什麼戲都不用拍的了 因為這個人生是不會有什麼 就是人就是會有充滿問題 但是 不要放棄 就是譬如我自己走了 我曾經放棄過 所以就解決不了問題 那麼 如果我現在其實都未真的說 在家裡 喂 每天都充滿很多愛 都不會是這樣的 但是 起碼我會放棄 那就是 如果我一直不放棄的話 那就是一直保持到溝通 那你溝通慢慢就是 大家可能會找到一些 所謂的方法 那這個就是 我的態度 你分享 嗯 我最後一個問題 我主要想問導演 就是 我也記得 在這段時間 就是 會看到有 他一個大學的老師 寫回他 19歲認識他的時候 是一個怎樣的人 就說他很有才華 吃很多東西 但是就會 很多生氣 很生氣很多東西 但是 外面的人 是不知道他在生氣什麼 而我覺得呢 因為19歲 我懷疑大家可能 有一些在座的 就是差不多年紀 就是大學生 你對一些事情 可能有很多看法 可能會生氣 可能是 你有一種火 但是那種火 是 不知道怎樣表達 等等 我想看看你 尤其是現在 在港大這個 這個校園裡面 就是你會有些什麼 如果一些說話 可能同學上高 可能他對創作上高 都有某種火 或者他純粹是 你以前那種的 可能對很多東西 看不順眼 那你有什麼說話 想跟那些同學說 很大責任 因為可能會 五人子弟 但是 我 小時候 就已經 我真的很不喜歡 那些不好的人 不好的東西 可能是 不公義的事情 或者是 我真的很在乎 很在乎 到我會生氣 我會 而且我真的很想 很快地改變 那 到現在 我想我做這個戲 都是 我真的會領略到 其實就是同一個老師 曾經跟我說過一件事情 他說 如果 他在我很不滿這個世界的時候 他說 如果你想想 你想改變這個世界 但是每個人想改變的事情 明天就叮一聲 做到這個世界多恐怖 是的 就是 你只不過是這個世界的 其中一個人 你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不滿 或者其他事情 其實很多人都看到 其實真的很多人都在做一些事情 最重要是 你正在做一些事情 那 我當然是我自己 也會反思很多事情 就是 我對世界有很多想法 但是我對自己也有很多要求 很多反省 所以 一路去調整 就是 最重要是 你的言行一致 就是 我生氣的事情 我覺得要改變的事情 我就先 真的要一步一步去做出來 所以 這個戲 我就是一個 都是這個態度 就是 要有作品才能夠對話 不能夠一路是 就是 去軟這樣軟那樣 但是沒有一個事情 先做出來 最後就是 我覺得 就是 不要怕別人去說自己 不對 就是 我覺得 每個人都真的是獨特的 就是 我們 就是我有我自己的路 某姐是某姐自己的路 就是 你有你自己的信仰 你又 就是 每個人都有很多 自己想的事情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會用了很多時間 我自己以前也會 就是浪費了在 質疑自己的內 那 但是我慶幸 我就是一個 如果我真的想做 我就會做的人 我錯了 我會承認 我真的想珍惜 我就會走回去 就是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 年輕或者青春 其實是要來這樣的 就是 當你去到 老的時候 可能你反過來 才去回顧 有些什麼 對什麼錯 就是年輕的時候 當然不是要你做壞的事 但是你認為是正確的事 就不妨去試 去多嘗試 這個 就是我即興想到的一些 對 好 謝謝今天導演 和Mo仔 來到我們今天 《過時過節影后談》的場地 相信大家聽完兩位的分享之後 對《過時過節》這部電影 都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也知道了很多 如同人相處 譬如人生 都帶了很多錢 進我們的袋子裡 如果大家還沒看《過時過節》 就是錯過了我們的優先放映場 大家記得11月24日 進去戲院裡支持一下《過時過節》這部電影 亦都支持一下香港電影圈的 繼續的發展 很感謝兩位 不如在酒之前 我們一起拍一張大合照 謝謝